大家好,我是白丁,今天第六节课 对吧,功能一样三个投影偏移还有一个阵列也是非常快的 5到10分钟左右你们就可以领略到了 首先因为是这样子,无用形状都比较简单 因为大概你们现在了解有这么多的功能 然后稍微记一下,然后再通过你们有这个印象以后 然后最后进行一个什么实体模型操作的时候 再慢慢应用上这些功能,就是这样子 然后首先先这样子,先讲偏移吧 好吧,讲一下偏移吧,偏移很简单,是这样子 偏移的话,首先就这个,你看连三角没有 对,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对吧 然后这样子直接随便选一下 选了以后我写一个中心点 中心点一看为什么是个圈,这就是一个中心点 然后可能这时候我选shift90度对吧 然后你看对,这个就便宜了 就是说你选哪一个,你从哪一个view上面去选 他有多少倍,一样可以什么,我拿一下键盘 对,比如说40度 你看我一选他就是偏移40度 就这么简单,以这个刚刚选那个竹 做一个中心竹,然后去进行个移动 这就是偏移了,那你看刚刚40就拉这么多 那我反过来这么多来对,这就是300 如果你看现在我这个圈,外围这个圈 你看他基本上转了一个大圈 你看我现在这个,你看我现在鼠标这个移动 对,你看我整个移,对,你看这个圈 就是说他你要多少度你就看这个圈啊 比如说我要40,刚刚你看到很短 那这时候我要转他大大圈的 我整个圈圈的这样就这样子的 那肯定就是320倍,对,你看就这样子了 很简单吧 然后一个就是他再下来的是哪一个,正列 对吧,正列也是很简单 正列就分两个,两个呃,两个功能 呃,这里,这个你看那这4个你都不用管他 就记得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建模我尽量都是能用这些工具去做 就能用这些,就尽量不给你们多添 就是说多添麻烦啊,那是这样子 首先我选了一个,他呢,刚刚正列的一样 线面可以通用的,你们自己去玩啊 然后我就用一个实体给你们试 因为你画这个最终是画一个实体 对不对 好,那个先选一下 我们选了object array 就是说选了一个object 就是说一个物体去编排,对吧 选了,然后右键确定 然后X,X,Y,S,你们都知道吧 比如说现在是X,对吧 这也是Y,对吧 你看到了,right,right这边 就是说左下这个 那我通常习惯就是说在顶次也是 我,我是很喜欢在顶次 比如说我这次有五个 然后上面呢,我要两个Y吗 Y,我要两个Z呢 下我们就需要,他是往上发展吗 我就一拍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 我可能我就要五十八一样 然后我就这么选 呃,然后你看了五十,我这边一下就出来 对吧,然后我这时候我二十 哎,你看 OK,哎呀,不好意思 我点点错了 好的,每次每次再来一遍五二 对吧 呃,然后再下来 五十,Enter,二十,Enter OK,我点一下Enter 当然点又现在可以了 还是,刚刚是我一个操作失误,对吧 哎,等一下 好的,不好意思,哎,总有点事情啊 这样子好,继续回来 那你看到了就这样子了 哎,就可以了,输入数值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哦 一个,然后变成很多个呗 那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啊,这个,但这个 我建议你们是在渲染上面做 你们不要那个什么 你们就不要那个在3D里面做这么 怎么说啊 侮辱自己智商的事情 真的真的 就是说像这种大乱运算的一个东西 不要在心里里面做 你最好在PS里面或者在哪个key shot里面做啊 你如果以后啊 反正以后再给你们细讲吧 我觉得,来 对不对 然后这次十个吧 然后十个吧 然后十个吧 OK 然后一样 然后,哦 OK 然后三球的吧 这个事情 就这种这类的事情 你们就看到了 来 对,嘿,其实你们可能就懂了 当 哎 好的 就是我哪个点击超速事务 这个我经常用 抱歉 哦 一样选择是OK 那你看到了,哎 好了好了 哎 就是这种事情了 做人对,不要太蠢啊 就像这种 那又右键解决了对吧 然后再播加剂 播交集吗 我们上一节课学过的一个剑对吧 啊 你看 大量预算说到是什么问题 你看刚刚这么多圆形 这么简单形状 你看我都迟钝了一下 虽然我电脑不算配置好 所以说 如果你们有一些很复杂图案的话 形状的 最好就PS做完 或者是渲染上面做完 不要用3D里面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种事情人家 在机器上面 它是一个数值非常小的文件 就是说文件非常小 但在3D里面 你真的把它这样子画出来 变成立体的话 非常好性能 就非常好资源 我不建议你们这么画 最好是PS 除非那个是曲面 没办法 那你再这么做 然后就是这个事情 然后再下来了 我们就讲一个什么 就是说 那个投影对吧 刚刚讲的第一个 结果我现在发到最后讲 因为这个有点麻烦是这样子 你要很清楚 就是说投影 什么叫投影 投影是这样子 你一定是一根线 投影在一个面上面 就是说它可以是实体 当然我现在是用实体了 然后投影的话是这样子 对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东西 其实在它的一个这个球的前面 对吧 可不可以在中间 没问题都都行都行 投影就这个 你看到了 project project的话也是一样 这几个功能的话 以后有机会再用再跟你们讲吧 还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直接给你们讲 这些功能也没什么用 但是主要用的功能 还是要跟你们讲的 就这两个吧 其他不用记 是不是很爽 这么多个只要记两个 今天给你们浓缩了 不 然后是这样子 两个投影 一个是圆比例投影 一个是圆着面的投影 就是说圆着面的延伸 投影一遍给你们看 就知道第一个选这个 然后选它 对吧 投影一遍 哎你看到一投影 对它前后都会有 对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放在哪都没问题 你就在这里 所以通常要把另外一遍给上掉 哎 你看到这边投影 投影上去 前四投影这个面上去啊 对 基本上就是没有差别 那另外一个 呃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哎 不好意思 把那个框框框框框给删了 这样子继续再来一遍 选一下这个小箭头 再点一下左键 左键这时候再选一下这个 再选右键 再选左键 左键选什么 这个project 我们要project的一个物体 右键 哎你看到一说小了 对一个就是圆比例的投影 一个就是圆着这个面 就按他本身的面积率来投影 所以第二个是非常少用 基本上等于不用 所以投影基本上这两个 就是说他只能限投影到一个面上面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投影一遍 所以说通常就直接按左键 1 然后右键2 第三个物件3 再右键4 确定 然后然后再把多余的5 删掉啊 通常这么做啊 这不是很极限性操作 尽量是怎么 然后这时候通常是干嘛 没错很简单的1234 就是说 选一下1被剪的物体 再选一下上街 跟我们刚讲的 再选一下这个键 右键 哎你看到这会剪掉 对的 那比如说就这样子剪 哎你看到哎就在里面了 对有些东西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一个凹进去的面了 这时候给你们很随便玩玩一个小 呃这样子那 好前面的顺便给你们复习一下 比如说我这时候这样子了啊 我再拉两根线对吧 也当然有更简单方法来做这个 但是啊 想用一下那个别的功能 所以说进了那个双轨路径 记得吧 然后两根曲线对吧 哎 我们可以选结构线 也可以选那个刚刚 好吧 再来一遍 你看到就你看到有人啊 这个是太那个哎 再来这样子哎 你看到我可以选 可就我刚刚投影上去线 也可以选什么 这个是什么结构线 你看表出不一样 能看到吧 一根细一根粗 那通常选结构线 然后再选这两根 因为这两根 是我自己够呃 构建的线吗 对吧 你看对的 人懂了吧 那就是说这时候 我们再把它同样方法把它编啊 你可以自己呃 闲的话你把它做完也可以 那基本上这个就投影 那可能有时候画电子产品上面 画一些按钮什么的啊 呃 后面我给你们教你们画东西的话 不会以全曲面为主 会以多零件的呃 一个呃 产品为主啊 大部分就大呃 暂时就这样子 或者你们有什么产品 你们想画的 对吧 你们下面留言给我 我就拍一集集的后面的一个 呃 就一集集 然后给你们去演示一下怎么去画出来 呃 你们可以提早给我 然后我后面方便编摆一点 因为到现在是第六节课吗 对吧 还是第五节啊 第六节吧 然后呢就到第八节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画实体了 所以说你们赶紧把前面这个很短时间去听一听过一遍 然后后面直接实体操作去演呃演示一遍啊 因为概念前面交给你们了 然后竟然能记的竟然记 有什么问题一样 下面那个留言给我 呃 然后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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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